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面那个电池 还要后面 这个电池是控制尽量的 然后 转掉电池 转掉电池 这个东西 然后 出标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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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出标电池 出标电池 电池在下面 然后 上六七张 上六七张 这里 这一块 这一块是 西标的 西标盘 西标盘 然后 吹气 吹气 这里有个吹气 比较这一块 这个是吹气气管 还是 放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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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完成以后 起容 打开 要 直接从这里留下 让 都是 黑料 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看参数设置 点一下进到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 点一下进到参数设置界面 看下来信频感应时间 信频感应时间是 这底下 感应器 然后推管落到这个槽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时间 时间到了以后 这个气缸 它会往前送料 它是吹料感应延时 吹料感应延时 是这个气缸 这个气缸往前推 推到位以后 延时0.5秒 再推回原位 这个气缸再推回原位 出标延时 出标延时是这个电机 当这个气缸顶上去的时候 它有一个延时时间 电视时间就是0.2秒 然后这个电机才出标 然后这里一个出标速度 出标速度是这个电机的一个 卷标时间 卷标时间 卷标时间是这里 这里有一个胶管 就是这个电机的转的时间 这个电机 这个电机的转的时间 放料时间 放料时间是这个气缸 当一张标贴完成以后 这个气缸打开 0.8秒 时间到了以后 气缸回到原位 上料速度 上料速度是这里 这个电机转速度 这个电机的转速度 然后卷标速度 卷标速度 卷标速度 卷标速度也是这里 卷标速度也是这里 这个电机的速度 这个电机的速度 报警的话 看它提示是哪里 把当前报警的某个工位 把它清除以后 然后这边需要再点动 报警清除 然后显示设备在进行中 这个时候才可以 打到自动再启动 然后报警记录 这个报警记录 这个界面就是显示的一些报警 一些信息 我们先说一下 有几个地方要调节的 手动操作 比方说像这个气缸 这个是推料气缸 这个推料气缸的话 它这个速度的话 它是根据气压的变化 它有可能会速度慢一点 速度会快一点 这个调节这里 这个调节缸 会增快 它推出去的一个速度 这里气压调打 推出去就快 气压调小 推出去的时候又慢 然后还有这里 这一个顶料气缸 这个气缸顶上来以后 我们下面有几颗螺丝 这里有第一 里面还有两颗三四 这四颗螺丝是调节 这四个螺丝是调节这里 这个角度 因为管子有追度 这个要调节它高低 来调节这个角度的 然后这里手轮 这是调节高低的 这个是前后 一个是调节上线 一个是调节主流 然后这里的话 这四颗螺丝也可以这样 前后这样调节 然后这里的这个大底座 这个是白角度的 这四颗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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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用黄色的花椒 装置好多久 去切成桃花椒 切成桃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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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两个 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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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一下